八十八大公布,金融類股份課源漸入中資圍內, 2015年7月10日投資全方位B06經紀外股月均龍港股異常波動, 增炒數由27,000點以上年番急錯, 一倒跌至近年低位水平的23,000點以下,及後又大幅反彈, 其中主要原因是大量對沖基金這勢狂沽, 拋售一籃子指數成份股,推低大市配合衍生工具套利, 所以大市理應可延續較早前走勢, 在27,000點心理關效水平徘徊,進行鞏固,因此在恐慌過後, 可望迅速全面收復恐慌造成的跌幅,至於二三線股則有機會相及元氣, 需要較長整固其此可收復跌幅,回顧步跌前的市況, 至今逐步收集中資金融類股份,因此內銀股走勢相對強穩, 雖然及後者的版法亦除大市步跌而急錯, 但了投資機構循低吸納,持續投入買盤, 而且又跡象顯示中資投資機構表現相對積極, 細將者此一亦進一步衝淡外資在港股的影響力, 金融類股份貨源漸漸落入中資投資,日後港股市勢可望較少 受外來間接因素影響,從技術走勢分析, 中國銀行03988日前順勢下跌至迫近四元心理關口水平, 由於股價以遠低於10天及50天移動平均線,造成一定的反向動力, 至於技術指標如14天以步入超賣水平,反映股價超賣, 短期內可出現技術反彈,預測短期內會出現強力反彈, 目標是五元平台阻力區,至於十天及五十天線分別在四元八角二線及五元一角五線, 成為下一個反彈聲浪的阻力,時機在四元二角左右收集, 第一個上線目標在十天線的四元八角二線, 而反彈聲浪可上是五十天線的阻力,至於下線參考位在四元水平, 獨立股評人與均龍。 cr spreading一下馬赫痹 輾 斬 絃